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4,810万美元 2,3-2,4赛季 5,190万美元 24-25赛季 5,580万美元 25-26赛季 5,960万美元 麦尔斯表示很有信心 有库里达成续约 但库里已经33岁了 这份合同一千 就要库里38岁才结束 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忘记了 勇士对其实本赛季有925万的伤病特例 但勇士却没有使用这个伤病特例 这个伤病特例来自于克莱汤古森 勇士本有机会在附加赛前补强阵容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们本赛季的总薪资已经高达1.71亿 算上奢侈税就是3.07亿 所以勇士不使用伤病特例是为了省钱 勇士对下赛季的薪资总支出仍高达1.61亿 还在联盟第二 还在第一的是篮网1.65亿 但勇士已经连续多个赛季支付奢侈税将遭遇重罚 下赛季勇士的总支出依旧会超过3亿美元 勇士队都开始省钱了 怎么为库里补强阵容啊 库里汤普森追梦威金斯都是一员合同 克莱能恢复几成还未可知 追梦与威金斯仍是负资产 勇士想在交易市场上改变阵容也有一定的难度 他们下赛季仍只有一份中产特例 空间特例 理性可以补强 勇士对这样高的薪资空间 还有补强冲冠的可能性吗 库里是选择 拿钱还是选择 申请交易冲冠呢 其实吧 库里荣誉已经足够了 拿4年2.15亿最实在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